在美国上市的内地叫车平台滴滴出行被要求下架之后 内地继续加强管控 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资料的企业 在海外上市之前 需要先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 公开征询意见 修订案列明掌握超过100万名用户讯息的运营者到国外上市 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评估上市可能引致的国家安全风险 包括考虑数据会不会被外国政府控制或者恶意利用 现在多家网络科技公司都符合100万名用户的门栏 包括早前宣布暂患上市的抖音模公司自制跳动 内地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 上个月29日在美国上市 三日后被国家网信办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停止新用户注册并下架 之后母公司小吉科技旗下25款应用程式 也被勒令下架 说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资讯的问题 滴滴在星期六凌晨回应说 诚恳接受并坚决服从相关的要求 会认真整改问题 有内地学者认为滴滴拥有获取全国国民数据的能力 当局担心美国或者会随得数据威胁国家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宾报导